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 这里就有一首歌 著名的诗歌是金和银 他说金和银我都没有 只把我所有的给你 他后面的歌词就是 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 他就行走跳下的赞美声 以上的歌词就是依据这段内容而来的 那最后结果呢 他就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 他的脚和怀之骨立刻健壮了 走着跳着赞美声 那这段过程呢 在这个瘸腿 他觉得这超乎了他的预期 原本只是希望透过祈祷得点钱 所以当他的脚竟然被医治的时候 欣喜若狂 这让我想到血肉的妇人也是这样 他只是希望能够治好血肉就好 所以他偷偷摸摸的 但耶稣给他超乎他的预期 不只要医治身体疾病 更要医治心理的创伤 把他叫出来 当大家的面接纳他 让他能平平安安被社会接纳 重新走入人群当中 小朋友常常会吵着要吃糖果 但成人知道那对他不健康 或是晚点要吃到更好的大餐了 所以在这时候拒绝给小孩糖 但成人知道什么时候 是对小孩子最好的 回到这里 我们可能只会求神解决一些小问题 但他希望赐给你新的生命 并且帮助你解决所有的问题 当你求神帮助时 他也许会说 我预备了更好的东西要吃给你 你想要什么 可以向神求 但当他把你真正需要的东西 吃给你的时候 切勿感到惊讶 我们有时候希望问题被解决 但又没按自己的希望的走的时候 但实际上 神其实他都比我们更清楚 我们当下需要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要调整眼光 相信神是良善的 他比你还希望你被祝福 被医治 只是他会按他所认为最好的方式 接着彼得对着那些 看见此事而惊讶的百姓 说了一篇道 他利用大家看见这次的事件 的机会来传扬耶稣基督 他清楚地带出他的信息 说明耶稣是谁 但犹太人如何弃绝了他 他们弃绝了耶稣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那怎么样才能改变这个情况呢 彼得告诉他们仍然有一个选择 去相信接受耶稣为弥赛亚和他们的主 当神的怜悯和恩典显明时 就如一致的这个瘸腿的人一样 这个事件一样 就为神为你创造教导人最好的机会 求神也给我们像彼得一样的勇气 留心这些机会来传福音 彼得在当中也在十六节中说 我们因信他的名 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 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 正是他所赐的信心 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 彼得借着耶稣的名字 表明了是谁给他医治的权柄和能力 使徒没有强调他们能做些什么 而是强调神能通过他们做些什么 以上都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主啊谢谢你 透过彼得一致瘸腿的 好让我们知道 神也比我们更清楚 我们自己当下需要的是什么 他知道 他看中我们最深的需要 我们也要学习像彼得一样 在各样的神迹之后呢 懂得把握机会 分享见证给人 好叫更多人归荣耀于神 祷告奉旧的名求 阿们